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是 還是盤整盤 蠻連的 蠻連的 如果你看指數的話就是 就是橫向 區間很小 不大 你看這裡 你看15717跟15291 三四百點 連在一起 三四百點對於一個15000點左右的指數 其實震幅不大 就以15500點為中間 為標準 那上下其實幅度不大 上下兩百點 上下兩百點 你看這裡 這是新春開紅盤 這是封關 農曆的春節封關 1月17號 這邊是1月30號 對下有一個大量 後來就三月了 整個月都這樣啦 整個月啦 個月多月都這樣啦 喔 你如果看基索 你覺得很不出面 這有做好不做也不錯啊 對不對 這樣啊 你看起來 就一條線啦 哇 然後這個是月經線嘛 它本來離這邊蠻遠的啊 離這邊蠻遠的啊 它越來越靠近 因為它自己跑上來跟它交接啊 自己跑上來跟它交接啊 那這個也是慢慢的往上提啊 像這個是空間修正嘛 直接下來跟它交接嘛 下來調整 這叫空間的修正啦 這叫時間整理 整理有兩種 你要記起來嘛 就兩種 那目的幹嘛 目的就是化解這一邊的賣壓 跟這一邊的賣壓嘛 漲多會有賣壓 漲多會有賣壓 這個是以盤代碟嘛 你看這個就好了 就是要這個嘛 我要給你加 你要注意啦 我今天講比較慢的 你看 KT指標在相對高檔鈍化就很危險了 就算能夠再漲有限嘛 就再漲也會跌嘛 跌下來以後就修正嘛 修正再低檔 那這低檔當然就是 或有破底 或有再跌有限嘛 我不是說這裡要灰金賣賣 這裡也灰金賣賣 這樣這個呢 你說老師這裡不夠 這裡又沒有到這裡來 又沒有到這裡來 又沒有到這裡來 跌下來這裡也沒到下來 沒有必然性KT指一定要到20以下 沒有規定 如果是一個強度高的整理 它在50%附近就可以了 這邊就可以停住了 但是一定要下來 這不一定要下來 但是這個要下來 這就跟你注意看美國股市也都是這樣 人家美國比較乖嘛 漲都回檔 空間修正嘛 人家就下來啊 有沒有 你有看嗎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不乖啦 這就是啊 這條就是有點類似 像美國就走這個嘛 直接下來嘛 有沒有 你看 它是下來50以下啦 你看這個 前一陣子也是下來啊 我們以美國來看嘛 這都下來啦 美國來看嘛 美國來看嘛 啊 日本跟我們差不多比較一樣啦 比較接近啦 以盤代賊的機會啦 日本 韓國也差不多啦 好不好 他們都是有跌一些 全世界的話我們第一名 人家說我們的國平 最均第一名 有時候最後一名 像這個就最後一名 全世界都沒有人在落 沒有人在破壞跟我們中華民講 去年九月十月 全世界都在足底 只有我們一直在破底 最多的名字 沒有怎麼去年那時候 勞動基金說要了錢了到 對不對 現在賺錢了 勞動基金你有貨頭 退休金 勞動基金 去年有輸一些 所以你去查一下 你大概七年有輸一些 你越多錢的 存在裡面越多錢數越多 但是他賺的時候 存越多錢賺越多 你有沒有看 這個KD值是50以下 開始往上較差 所以我先講大盤 為什麼我說這個大盤 準備突破順風口 我沒有亂講 我是有證據的 對不對 就要看這個 這個跟指數比較類似 但是老實 他這個疊得比指數多一些 其實也沒有多很多 五百多塊 他也是第一家交叉 這是第一名的 第二名的這支 這支賺到尾都一百 我都做這支最好做 這支 如果要做 如果要做股票 如果不怕 也不怕 不怕賺 不怕賺 你就覺得 有參加 但是沒有比賽款 你就要封鎖 因為 二頭一百 二位也一百 都一百 都差不多一百 上面會花兩三塊而已 差不多都這樣 又來又去 通頭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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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差不多在這裡 你看 你記住 我記住給你這裡看 這裡不是到很多 譬如說去年 這裡很多 那紅孩不差 你看 這去年的一頁 到年底 人家牽頭到一百 都很厲害 現在也是一樣 人家在翻譯 他也是一百 佩股佩士 他也佩股佩 都講到賺錢 紅孩 我不是批評 我是說 你如果說做股票 人家很堅定 很會緊張 紅孩參考看看 他不會讓你緊張 他蓋了 蓋了一塊 落一塊 你要緊張什麼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第三名就是 連發哥 發哥 發哥你稍微有時候 會緊張一下 有時候 但是有時候 大部分時間都不用緊張 那發哥他已經突破了 這個平台的順風口 兩度了 756已經過了 所以你看我之前 設定這個表格 這個已經很久了 要發哥 這個我不是說那時候東西 第二壓力點 這邊是750 我設定的那個是 是10月份的時候設定 設定這個地方 他會到達這750 結果最過756了 後來壓下來 我不是說這邊 還是再買一次 再過去 又沒有過 所以這個整理很久了 好不好 我裡面這個鉤評 我之前講過了 當第一反彈的壓力賣點 我們講的是這一波 當初在10月份 講的是這一波 那後來調整修正以後 這已經第二波第三波了 所以這些價格都會再突破 我已經講過 這個第二壓力賣點都會 一檔一檔都會再突破 連這個都會突破 這個打勾的就是都達陣 這兩隻 這兩隻最寒慢的 最後也會達陣 這兩隻 這兩隻最飯堂的 買一二名 買一二名 這隻倒數第三名 這個是倒數第一名跟第二名 這三隻的 你看都沒有打勾 你會知道下飯堂的 台積電也是在這裡 這邊當初我說 這邊上來會到505 結果到508 我講的是這一波 你看都會突破高點 你看這很多 上去以後下來就突破高點 其實很多都會突破高點 德維 上去下來突破高點 突破很多 這都 你剛才以前講過很多 上去以後 結果還沒突破高點 這個都達標 還沒突破高點 你看 這也上去下來 早就突破高點了 你看看 資源上去下來突破高點 都是 創意 這支 這支 這支不知道要啟到 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不懂的 我不知道 我上次不是講說 三黨最重要的IP股就是 創意快炒店 四星大門鍋 資源電電三萬公 我剛才這樣說 你要跟我的意思嗎 怎麼說到這裡 我現在在說大門 怎麼說到這裡 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 這個叫第一度的灰金北上 灰金北上 灰金北上 你聽到嗎 北上就是蓋 不是在南下 北上 回撤以後 第二度灰金北上 這次沒有回撤呢 我告訴你 以我 以我的生活 我是很希望 它能幫幫 回撤 我真的是很期待 它能夠回撤 能夠像這樣 它就不要 這股票就不是我在處理的 我是分析師而已 我在改幫而已 它就不要回撤 它就不乾不脆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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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沒有味道 這變成說它在橫向 那橫向的時候 這種股票每天蓋不買 它有錢蓋有錢漏 有錢蓋有錢漏 它也是這樣 有錢蓋有錢漏 它這沒差事 對不對 這個前置股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中小型股 這裡面就蕴含很多的中小型股 會出標股 所以人家說 量縮盤整出標股 就是這樣說的 古早人說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最近你看 這段時間漲的股票 不外乎什麼 觀光 都要學白種學白去的 觀光啦 旅遊啦 餐飲啦 我就軍工啦 軍工概念股嘛 好不好 軍工嘛 節能啦 儲能啦 節能儲能股啊 今天也有很多機器啊 不然什麼 如果電主國都流行什麼 AI股啦 或者IP股啦 IP股啦 IC設計股啦 有啊 都這些啦 所以 所以 能夠發 但是這個都是什麼 題材居多啦 你說什麼獲利高配股 配品 別說這些啦 昨天聯發科長 跟高配息沒有關係 那是報紙亂寫的啦 如果高配息第一名 我告訴你啦 這支啦 你不用說這個啦 你如果說高配息 配股就會 高配息就會漲 我這支拿到背去 一千塊去了啦 它配最多啦 講得懂啦 跟聯發科 跟那個沒有關係 聯發科會漲 跟一個有關係啦 一個原因有關係啦 昨天會漲停板 今天沒有啦 還有審準今天會漲停啊 也是跟這個有關係啦 我在TG有講啦 我在TG今天才講 跟什麼關係 跟GDP有關係啦 跟AI有關係啦 跟GDP啦 因為聯發科 剛才這次的NW 通信大展西班牙嘛 他就發表他之前 他年底出來的一個晶片嘛 那個聯網晶片啊 出那一顆晶片 那個單晶片啊 那個就是用在AI啦 跟在物聯網啦 IoT啦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然後他今年五月份 今年就是今年五月份 他還要再出一顆新的 這個網路晶片啦 所以聯發科 他不是只有做手機 我要跟你講 聯發科 剛開始他也不是重做手機的啦 他開始做的時候 他公司 寫開始成立在做的時候 也是做DVD Player的晶片啦 DVD Player你會知道嗎 那是要來這裡做手機啦 但是他一直都有做網路啦 所以聯發科的漲 聯發科昨天的大漲 對不對 跟今天這個神準的大漲 其實都是跟 跟這一次的世界通信大漲有關係啦 還有就是跟AI HPC 這些GDP有關係啦 了解為什麼 我在這邊 你還沒有加入的 你現在就加入啦 我在這邊有跟各位講 有一家公司叫做小發哥啦 我們稱為小聯發科啦 聯發科我們都叫做發哥嘛 小發哥的小聯發科嘛 聯發科的相關策略聯盟公司嘛 我昨天就提到嘛 這個叫中小型股 他就跟台積電連電那個不一樣 因為台積電連電不是不會漲 現在大漲還沒在漲 還沒有啟動這個揮金北上的時候 這在漲的時候 要漲漲都不知道 所以都找那個小的股票 一看起那個 一看起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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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到無垃圾 你插什麼起什麼股票 股票我們買的會賺錢就好了 你插一插它 不用常來算那些EPS 算那沒什麼啦 你算了就算了 你算去拿十幾個 拋到拋牌了 我告訴你 你的股票不會起就是不會起啦 你講這麼多費通常 你常常說EPS 股票沒有人在說 股票是錢的順利 你認識沒有 有錢股票才會起啦 沒錢下去 所以我經常跟他說上漲靠前堆 上漲要前堆下跌靠風吹 你看現在風吹到哪裡 風吹到這一檔 人家也很厲害 那真的是很不錯 做兵裂跟生裂的 不錯 很會賺 很會撈錢 跟他說這樣 佩佩 跟他說地四季不賺 賺沒多 怎麼就不賺 就這樣兩隻 下跌靠風吹 難道風吹下來 滑心就變不好嗎 才不是咧 那就是錢在輸贏 人家有的 股票人家有的去 譬如說人家賺多賺百 人家多少要下車 所以錢是英雄賺 有錢才會去 了解嗎 沒有錢賺 說這些都不好 跟市場不要爭辯 都不要爭辯 你看到一檔股票在漲 你就不要講說不要追高 漲就是漲 跌就是跌 所以我在這邊從來不跟你講 什麼股票不要追高 叫人家不要追高 就是擋人財路 我可以跟你講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邊現場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有看嗎 這都去這小機的 這啊 哪一節啦 這是網路電源管理IC嘛 昨天我們有做DATROY啦 但今天比較可惜 今天沒有做 昨天啦 有做 這都是小機的 法府 法府啦 你看這 你說不要追高 叫人家不要追高 再去 叫人家不要追高 再去 叫人家不要追高 再去 說不要叫人家不要追高 你去插插味了 人家會攤錢就好了 人家有注意風險 有控制風險就好了 對不對 你看這 你看這 下肚子 這不做飯店 你說老師攤很多 那就需要攤錢 國平攤錢也不用攤錢 攤錢過就好了 有攤就好了 新天地啊 寒色啊 寒色你就像交界啊 寒色啊 你看 怎麼就要攤錢 不用怎麼就攤錢 國平攤就好了 你就要攤錢 怎麼就攤錢 這支也是AI啊 相關的醫學的 相關的診斷的機器啊 系統啊 俊宏啊 跟AI啊 這支也是啊 這種新股以下也是啊 是AI智能的啊 長焦智能 這個也是醫學股啊 對不對 你看這 這不是軍工股 對不對 很多人都攤錢嘛 這多少也會攤錢啊 這支是題材啦 這個是安全監控嘛 你看這也是記憶體啊 這今天就攤了這裡 這也是網路股啊 這支就以前攤錢 現在最近也是在攤錢 醫藥藥協股嘛 這就是軍工股啊 青菜工股啊 這東西現在也是在攤錢啊 就是攤錢攤起來 不然他會攤錢嗎 你自己用手也知道 我告訴你散裝指數會漲 最後那個貨櫃指數一定會漲 你就聽我說就對了 所以你有這種股票 你要再報一下啦 這個我認為說 青青菜大大啦 要過一百八十六塊 不太簡單 但是我告訴你 那個不是炭水錢的關係 就是他落清水的關係嘛 你長農陽明這個股票 還是說一些散裝會去 不是他們很會賺錢的問題啦 很會賺錢都也大落啦 是因為跌太多的管制 了解嗎 大盤好他就開始有機會嘛 你看這都小股的 你看有沒有 這也是生技股啊 對不對 這個啊 這支也是啊 資訊服務啊 這也是AI啊 所以現在很多 很多長到資訊服務去的啊 真的啊 這個也是啊 這標準的啊 瑞陽也是啊 這做支訊服務的啊 都這樣可以啦 沈崙剛才說過啦 對不對 這邊我常常說 這支就做S 口的啦 要用一休息 cent 就 Ban 賺錢錢錢錢錢 baik 玩餐灣賣賣ø 看錢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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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佛這支錢錢錢錢錢錢 比哪裡當問 ASCO ASIC 這個也是啊 這個 fer 你的 fourth 這支也有做 這支也有做 但是這支這麼差就是籌碼優勢 去背負了一百八十幾 你也是一百八十幾 是要漏開的就要去堆過了 所以我不知道說資源實在尾闊 資源比較有貪就太好 不會去啊 貪蠻不是不會去 股票就是要直接處理 你看那個聚有科籌碼就比較好 就是有題材嘛 資源也是有題材 可是它籌碼優勢啊 你看這支也是啊 這個健康科技也是一樣AI的啊 你知道嗎 這些都是啊 大朋友 你說這種股票又去不去 一定又去的啊 這些老師要掌掌平板去拉肥 掌平板去拉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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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拉肥 拉肥 這樣拉肥 拉肥 是不可以拉肥了啦 拉肥你就要準備要買啊 不過你看這次不是有拉肥吧 我說先賣再買 我不是買九百 九百塊買起來 今天一千空五百 當然最完一千空五百 收完不太多 但是明天搞不好又是漲停 我說搞不好啦 應該是不會啦 我講話不會那麼誇張 但是我現在要跟你講的 今天要跟你介紹一檔股票就是 你看AI的相關供應鏈 從這個IP股 漲到了網路通信 網路IC股 漲到了資訊服務股 資訊服務一大堆嘛 你看資訊服務啊 這支啊 你知道這支是什麼人的公司嗎 叫自聯啊 知道嗎 十先輝嘛 你不要資訊先輝嗎 這支是銀行器嘛 這支就是資訊服務的啊 這也是AI啊 你看這樣起到這裡啊 所以AI股這個題材一直在發酵 有沒有 聯發科也是啊 所以我不是在這個 你如果還沒有加入 你趕快加入 趕快加入 或是加入這個telegram 我有說喔 我們最近跟會員 跟通知會員 在佈局一檔 叫小發哥 小聯發科 就是AI的相關供應鏈 就是做GPP的 所謂AI就是生存式的這個AI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嘛 就是CHEP這個 這個 GPT現在很流行 那這擴散出來的 擴散出來 那擴散出來 竟然漲到了聯發科 也漲到了神準這邊來的啊 所以我認為這檔股票有機會啊 它是跟聯發科策略聯盟的公司 也是標準的AI相關供應鏈 不是只有AI相關供應鏈 而且是GDP的 GPT的供應鏈 GPT啦 那你這個加入telegram以後啊 我裡面有說明 我們這檔股票免費給你 但是你要在哪裡鎖起呢 你不是打電話才鎖起 你是在我的LINEX鎖起 我親自回答你 看哪一檔 而且我會教你要怎麼進場 你不能隨便進場喔 不可以說你貿難就進場 不用 你現在買的成本 跟我的會員是一樣的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 要怎麼進場 我會教你 你加入這個TG 我都說得很清楚 然後進場之後 你要馬上 要答應我 要馬上設停順點 如果在三五天時間裡面 沒有發動 我預估明天以後就會發動 但是如果我判斷錯誤 沒有馬上發動 你就撤掉 我們做股票的態度是這樣 我沒有再長期投資股票的 我買了股票 如果發現幾天以後不漲 我就不高興了 我就換100機了 沒有時間在插2了 了解嗎 因為我們做股票沒多機 我們做股票不用很多檔 這少數幾檔而已 你幹嘛把資金壓在 那不會漲的股票身上 幹嘛呢 無聊 這樣看見意思嗎 所以你先加入TG 或是加入LINEX 那我有說明 那你要跟我鎖取這檔股票 就是小發哥小聯發哥 是免費鎖取的 那你也不要以為說 我要請你幫我們抬轎 不用 因為你現在 我們會員的成本就在這裡 幹嘛抬轎 幹嘛請你幫我抬轎 沒意思啊 那是完全要幫助你的 但是你怎麼詢問 你不用打電話過來問 你在LINEX問 在我的LINEX問 我親自回答你那檔股票 你聽我的意思嗎 明天就要進場 明天要找機會就要進場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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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裡 聽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